这个可怜的老太刚刚死了而媳妇 如今地主又派人上门 要将他相依为命的小孙女带走 我不走 我要照顾奶奶 那就拿柱子来 哎呀 我求求你们了 奶奶 你们就看着 看着我们家天灾人祸的份上 饶了我们吧 可冷血的地主怎会有怜悯之心 任凭他怎样苦苦哀求 还是将他的小孙女强行带走 老太太哭得歇斯底里 只能拖着病重的身体 去试图拦住地主的管家 可结果却是被无情地推开 老人对生活彻底失去希望 求求你们了 他们也太狠毒了 光天化日就抢人 全都没有穷人活路了 现在地里颗粒不收 草吃光了 树皮也吃光了 还要逼租 老天爷呀 你这么久不开开眼呢 就让我们穷人一个个家破人亡吧 眼在南海的观音 听到百姓们发自内心的呼喊 于是他决定 现在就带着善财龙女去往人间 解救受苦受难的人们 这边 心如死灰的老太太正要上吊 她的脚刚踢了凳子 就被观音用法术救下 老人醒来看到自己并没有死 便开始抱怨他们不该救自己 称这人世艰苦得很 不如死了更好 龙女和善财将老人扶到凳子上坐下 观音告诉她天无绝人之路 与其咨询短见 不如将困难说出来 或许我可以为你想想办法 老人叹息着 说出了其中的缘由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本地有个大财主 名叫宋仁杰 他财大气粗为人奸诈 为了谋取暴利 将镇上的所有粮食全部收购 再以高价卖出 而县官也被他收买 纵容他垄断了方圆百里所有的粮食 百姓们买不起粮吃 便拿田地换粮 他又高价将这些田地租给乡亲们耕种 不仅要交粮还要交地租 交不起的人家 便会被他们拉走 家里的女人和小孩卖为奴隶 老人家边说边哭 抱怨这世道艰难 逼得穷人没有活路 观音明白了事情的缘由 并向他承诺自己 一定会将小姑娘安全带回 让他在家安心等待 随后 还将送财主饭桌上的白膜施法便走 让徒儿交到了他手上 家中已断粮多日的老人家 看到珍贵的白面馒头 激动不已 他看了看眼前的几位救命恩人 感激的话还没说出口 留下来的只有自己手上这个又大又白的馒头 而此时的师徒三人已经来到了城门外 变换成了商人进入城中 目的就是惩治恶人拯救难民 几人来到宋仁杰的商铺前 看到门上赫然写着 高净滴出二两一斤 宋善人正在舍血本 百姓们驻足在门前纷纷议论 这两价二两一斤分明就是强 还装出一副好人的样子 真是黑心哪 宋仁杰看到桌上白花花的银子 笑得合不拢嘴 这时观音走了过来 看到天价大米便奉劝他不要卖这么高的价 而他却不停奉劝 偏要卖这么贵 不让卖 我非卖 卖定了 卖定了